国民党秀林乡长候选人王玫瑰26号上午前往秀林国小投票 王玫瑰他很感谢乡亲在整个败票过程当中 让大家能够对他有肯定 也用轻松的心情感谢大家 国民党秀林乡长候选人王玫瑰26号上午9点50分 前往秀林国小投开票所投票 王玫瑰表示选举过程当中获得乡亲们日识和支持 他是相当的感动 并且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 为自己充满相当多的期待 这几个月真的大家都非常辛苦 尤其是我的竞选团队 以及我们各部落的志工 都非常的在玫瑰的背后 都积极的在协助玫瑰各项选举的事务之外 那尤其是在部落里面的整个败票活动 那看到乡亲这么热情 玫瑰心里都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我想这也是玫瑰的行政团队这四年来的努力 受到大家的肯定 那当然未来如果选取的结果能够顺利的当选 我一定还是会继续来深度的破坏 我要推动所谓的六大蓝图 所以在这里我希望在这样的一个 修林乡在祖林的庇佛之下 我们能够一起共生共享 共同来打造修林乡的幸福跟安定 我们可以表示上任司令当中 他是相当认真珍惜每一天 也感谢共署团队的努力 在败票过程当中 他是获得大家的支持已经肯定 而投票结果将是他最好的成绩 记得继续学习不到